你知道吗? 曾经全球最大的科技公司不是苹果,不是微软,更不是谷歌,而是IBM。 对,就是那个现在看起来有点无聊,新闻不多的IBM。 但你可能不知道,这家公司曾经不仅主导了整个计算机时代, 还一度控制了全球80%的IT市场, 它的员工数量一度超过全球任何一家科技企业, 它的利润甚至曾高过美国一半的银行加起来。 问题来了,这么厉害的IBM现在去哪了? 为什么我们在科技新闻里几乎看不到它的名字? 今天我们就来拆解这家沉默的巨人, 曾经是怎么战上世界巅峰,又是怎么漫漫失声的? 故事要从1911年说起, IBM的前身其实是一家叫做计算制表打卡公司CTR的企业。 听起来有点像打卡机场,对吧? 没错,它确实就是靠打卡机,体重称和计数器起家的。 但这个公司最厉害的是在1924年, 改了个名字叫做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也就是IBM。 IBM的第一部大跃进是在1930年代, 它为美国政府统计人口普查数据开发了当时最先进的穿空卡系统。 这是什么概念? 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它用一套超级Excel, 帮整个国家搞定了数据分析。 也正是这段时间, IBM建立了它的第一个护城河, 大型复杂但超可靠的企业解决方案, 其他人学不来也抢不走。 到了二战, IBM又搭上了美国军工产业的顺风车, 为军方开发各种计算系统技术不断升级。 但真正让IBM登上科技王者宝座的, 是1950到1980年这30年。 1952年, IBM正式推出了第一台商用计算机IBM701。 注意, 是商用, 而不是军用, 不是研究, 而是买给企业赚钱的。 它等于是把电脑从科学家实验室里带进了普通公司的办公室。 接下来几十年, IBM不断推出电脑界的iPhone, 像IBM System斜杠360就是当时的全民计算机。 它划时代到什么程度呢? 你可以理解成, 今天Windows和MacOS有多普及, 当年System 360就有多统治。 全球的大型银行保险公司政府医院研究机构统统买IBM。 那个年代有个说法叫, 没有人会因为买IBM被炒鱿鱼。 这句话不是笑话, 是一种保守却现实的职场智慧。 因为IBM设备虽然贵, 但稳定可靠, 安全不会出错, 你买的老板不会怪你。 就这样, IBM一步步站上了全球科技的最高点。 1970年代, 它的员工遍布全世界营收年年创新高, 占据全球IT设备市场的主导地位。 那时的IBM被誉为科技帝国, 就像今天的Google, Microsoft和Apple加起来那么猛。 可你可能要问了, 既然它当年这么强, 为什么我们现在连新闻都看不到它? 转折点就在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初。 这个时代有两个关键字, PC和微软。 IBM自己搞出了第一台个人电脑IBM PC, 看起来很厉害对吧? 但问题在于它太开放了, IBM让微软提供操作系统就是DOS, 让Intel提供CPU, 然后自己负责做整机, 听起来像是分工合作, 其实却埋下了自杀式的商业逻辑。 微软因为这次合作成了全球操作系统霸主, Intel成了CPU霸主, 而IBM自己呢, 被夹在中间利润越来越低, 还搞不出差异化。 更惨的是, IBM的DNA其实是做大企业解决方案, 它从来不擅长面对消费者这种群体。 你可以想象一下, 一群穿西装写代码帮政府建系统的工程师, 突然被叫去设计给学生用的家用电脑, 怎么可能适应? 这就像让军队主厨去设计甜甜圈菜单, 风格完全不对。 到了1990年代, IBM的PC业务贝戴尔, 康百惠普这些灵活型玩家打得节节败退, 而IBM的传统强项, 大型机系统也开始遇到挑战。 为什么? 因为新的IT架构变了, 大家不再需要一个大机房加一台主机, 而是分布式小型服务器加网络。 IBM的大型机虽然稳定, 但贵又笨重, 反而被微软的Windows NT3的UNIX, 甚至后来的Linux逐渐取代。 再加上1993年, IBM爆出创纪录亏损80亿美元, 这在当时震惊了全球。 这不是没赚, 是亏爆。 一夜之间, 科技巨人的光环崩了, 很多人都以为IBM要玩了, 但没想到他居然活下来了。 靠的是一个人, 郭世纳·Louis Gersner。 他不是科技人, 而是卖饼干起家的行销高手, 但也正因为他外行, 才敢做一个前所未有的决定, 不再执着硬体, 全面转型服务。 也就是说, IBM不靠卖电脑赚钱, 而是帮别人设计IT系统, 做顾问卖解决方案。 这就像原本卖锅子的, 现在改去教人怎么炒菜。 这种策略听起来保守, 但他救了IBM。 接下来的十几年, IBM靠服务营收稳定生存, 甚至一度成为全球最大IT服务公司, 还在2005年把整个PC业务卖给联想, 正式跟硬件说再见。 但问题是, 这只是保住命不代表还能称王, 因为服务产业虽然稳定, 却不像产品一样有爆发式成长。 更重要的是, 他没了科技感, 也不再吸眼球。 于是我们慢慢发现, IBM活着, 但已经不在C位。 新闻不会提他, 消费者不会想他, 年轻人根本不认识他。 他不再是创新的代表, 更像是一个穿西装的科技公务员。 他的角色就像舞台后面那个帮大家拉不紧, 调灯光的人, 你看不见他, 但他确实还在, 好不容易转型靠服务活下来, 却从此隐身幕后, 成了科技圈的隐形人。 那问题来了, IBM现在还活着吗? 他到底在干嘛? 答案是, 还活着, 而且还挺高端。 IBM现在的主力是三大块, AI云计算还有企业级服务。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耳熟? 没错, 这不就是现在所有大厂都在讲的东西吗? 但你可能想不到, IBM其实早在别人之前, 就压饱了AI。 我们先从AI说起, 还记得2000年那场世纪象棋大战吗? IBM的超级电脑深蓝, 击败了国际象棋冠军卡斯帕罗夫, 震惊世界。 这不只是电脑会下棋, 而是电脑开始能做人类智利的事。 这就是IBM在AI上的第一道闪光。 后来IBM又搞出了一个更有名的AI系统, Watson。 2011年他登上美国一支节目, Jeopardy挑战人类冠军, 结果赢了。 Watson的厉害, 不只是答题, 而是他听得懂自然语言, 懂得上下文还会权衡概率。 比起现在的Cheta GPT, 他当然不够会聊天。 但在当时已经是AI领域的天花板, IBM还把Watson卖给了医院银行保险公司, 帮他们做智能分析客户服务, 甚至癌症诊诊断。 听起来超前吧, 但你猜结果如何? 效果不如预期。 Watson虽然聪明, 但问题是他太复杂。 很多企业买了之后, 发现要花大钱训练它, 定制它, 维护它, 根本不像现在的AI, 一问就能答开箱即用。 所以Watson的商业化之路, 走得很坎坷, 最后甚至被IBM悄悄冷处理。 这也是IBM常被批评的点, 有技术但不会变成好产品。 它像是一个发明家, 不是创业家, 它搞得出先进技术, 但没办法像苹果Google那样 变成人人用的爆款。 那AI走不通, IBM还有别的王牌吗? 有的,混合云。 什么是混合云? 就是企业一部分数据 放在自己的服务器私有云, 一部分放在像AWS或Acer那样的公共云, 两边要能无缝协作。 这个概念听起来像云的折中方案, 但对大型企业政府机构来说, 非常重要。 因为它们数据量巨大安全要求高, 不能随便全丢给别人保管。 IBM就抓住了这群高端客户, 打造自己的混合云解决方案。 为了这一步, IBM还在2019年花了340亿美元, 收购了开源软件巨头Red Hat。 这笔收购是当时科技史上第三大收购案。 很多人当时都震惊, IBM疯了吧? 怎么花这么多钱买一个做Linux的公司? 但从战略角度来看, 这其实是IBM在工业化的一大步。 因为Red Hat的核心价值是它的操作系统、容器管理项OpenShift, 还有超强的企业开源技术整合能力。 这些东西刚好就是混合云架构的关键工具。 IBM希望通过Red Hat, 把自己从服务公司, 再进化成一个新云时代的架构师。 它不做AWS也不做Astro那种规模化云平台, 而是帮大企业定制云。 你可以理解成AWS是大众云超市, 而IBM是量身定制的云奢侈品。 虽然规模不如别人大, 但毛利高,客户忠诚, 而且门槛也高, 别人想抢都难。 不过话说回来, IBM虽然还在做事, 还在赚钱, 但它为什么还是不红呢? 有三个原因, 第一,它客户群太低调。 IBM的主要客户是 政府银行医院大型制造业, 这些客户都不爱露脸, 也不会帮你打广告。 不像Apple有果粉, Tesla有马斯克, OpenAI有Sam Altman, IBM连代言人都没有。 第二,它不做2C产品, 也就是你日常生活接触不到它, 所以你不容易对它产生品牌感。 你家电脑可能用Intel, 你的手机可能用三星, 但你永远不会说 我今天用了一下IBM, 第三,它太讲求稳定, 但牺牲了想象力。 IBM过去几十年几乎没出过爆款, 它的文化变得保守程序化, 讲流程讲架构, 讲合规, 但缺少那种疯狂一点的产品创新。 就像一个老练的工程师, 可靠有经验, 但不再疯狂想做月球火箭, 这也让IBM慢慢从领头羊 变成了技术管家。 当然不能否认它在AI领域还有布局, 在量子计算主机系统安全, 服务这些高技术门槛领域也都有话语权, 甚至它现在是全球最大专利持有者之一, 光靠授权费每年就赚很多。 但这一切都不是流量生意, 它注定不会再成为像苹果、 Google那样的话题中心。 最后, IBM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 它是一个时代的代表, 也是一种精英型企业的缩影。 它靠技术起家, 却在开放时代被灵活玩家打败。 它靠服务转型, 却失去了大众的关注。 它没有消失, 只是换了战场, 从舞台中央退到幕后, 但依然掌控灯光与布景。 所以下次你听到IBM这个名字, 不要只想到打卡机、 古老服务器或冷冰冰的业务员。 要知道, 它依然是那个用一代人改变科技格局的巨人, 只是现在它选择了低调。 这就是IBM的故事, 如果你喜欢这种讲科技也讲人性的公司发展史, 欢迎订阅, 我们会继续带你拆解这个世界是怎么运作的。 如果觉得视频还不错, 记得帮忙点个赞订阅哟, 这是我继续做更多好内容的动力。 我们下期视频见!